障碍是什么 齐心动念是障碍 叫无时无明 分别是障碍 叫沉沙烦恼 执着是障碍 叫见思烦恼 佛说我们有这三种烦恼 三种障碍 所以见不到极乐时期 如果这三种障碍都没有了 你去见到了 这三种障碍是怎么来的 完全是错误的观念造成 自信里头没有这三样东西 自信就是真心 这三样东西 旺行里头有 真心里头没有 所以佛教导我们 要用真心 不要用旺行 真心跟旺行 纠缠在一起 分不开 就好像我们这个房间里有十几盏灯 灯都打开了 每一个灯的光 光跟光融在一起 分不出 哪是这边的灯光 哪是那边的灯光 封不出来 但是实际上呢 实际上它一丝毫 也不干扰 你关掉一盏灯 这个灯光没有了 别的灯光在 虽然纠缠在一起 实际上还是各是各的光 一入长级光呢 长级光就是发现 一切祝福菩萨的光啊 统统都在一起 回归自信 自信是一片光明 所以极乐世界是光明世界 长级光叫大光明藏 那回归自信 就是回归长级光 这一桩事情 好像现在量子力学家发现 他们有这个想法 那它不叫光 它叫灵极限 那有个极限 这个极限是灵 灵里面什么都没有 那但是佛法呢 叫它做空 空不是什么都没有 它能生万法 那我们今天看到 宇宙之间 所有的现象 从哪里来的 太空当中 有无数的星球 这些星球上都有生物 现在人家有机 有机就是活的 它不是死的 所有物质现象 全是有机的 全是有机的现象 这一桩事情 在十几年前 日本的江本胜博士 做水试验 发现 谁是旷扑 发现 谁能看 能听 他会听 他懂得人的意思 那我们以善意 对待他 把这个水 放在零下 五度 摄氏五度 他就结冰 结成了血化 在行为镜里面 你看 现在的念头 对他 这个结晶 非常之美 如果是恶念对他 他现在的这个结晶 非常丑陋 很难看 几十万次 做这个观察 一点错误都没有 给他看文字 他看得懂 给他看真 正面的 爱 结晶都非常美 给他看邪恶 他翻译的 血化就很难看 说明他真的 是货的 不是死的